近日编剧羽众在咖啡馆遭人殴打一次闹得沸沸扬扬 随后演员沈泰也在自己的微博上承认自己就是打人者 一时间网友们纷纷猜测这次打人事件背后的真相 在羽正被打事件引发的一系列罗生门后 知名博主长春国贸爆出 羽正与沈泰之间关系亲密 曾花300万买角色让沈泰演蓝一号 3月24日长春国贸看到有网友针对羽正被打事件在论坛发帖 爆料人写道 作为知情者我必须要说你和沈泰不熟 可是你当日花300万让沈泰演蓝一 你在多个场合放下豪言 没有我羽正碰 你沈泰就想在这个圈子混下去 帖子中还透露 羽正和沈泰早在2008年情人介绍认识 私底下一直都有来往 后来沈泰得到了一部叫练了爱了的电视剧男二的角色 羽正得知后立刻找到沈泰 并表示要是沈泰想演这个剧 他可以花300万让沈泰演蓝一 但是条件是沈泰必须要签给他 不过后来沈泰仍旧只是接演了男二的角色 也一直没有签给羽正 对于羽正的签余条件里到底附加了什么内容 这时沈泰死也不从 甚至还在微博里直言骂他变态 爆料人称也觉得很疑惑和好奇 网友们是否同样觉得疑惑和好奇呢 这样扑朔迷离的案情实在不知 是新一轮的炒作还是编剧与演员之间上演的感情戏吗 更多内情还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优酷娱乐播报 整理报道 祝贺优酷全娱乐 优酷全娱乐 优酷全娱乐 3月25号 8月25号 3月25日 3月25号 3月25日正式上线 无视频 无真相 无视频 无真相 无视频 无真相 优酷全娱乐